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阳刘子记高尚誓言 闻之欣然归往 魏国寻并中 后岁无问津者 晋朝太岳年间有个捕鱼为生的武林人 他划着船沿着山间小溪前行 一时忘了走了多远 忽然遇到一处桃花林 家岸而生有数百步之广 其中没有一棵杂树 林下长着鲜嫩的芳草 上面铺满了美丽的落花 鱼人见了非常惊讶 又往前行 想穿过这片桃林 林的尽头是溪水的源头 那里有一座小山 山间有一个小口 看上去好像有光亮 他于是就下船进入洞口 起初洞很狭窄 只能容易人通过 又向前走了数十步 里面突然明亮开阔了 只见那里土地平整广阔 房屋村舍整齐排列 有肥沃的良田 美丽的池水和桑树竹林之类 田间小道纵横贯通 鸡鸣狗叫彼此相闻 其中路上来往的行人 田间耕种的农夫 男男女女的服装 和外面的人完全一样 年老的和年幼的 一样自得其乐 他们见了鱼人都十分惊讶 纷纷询问他从哪里来 鱼人都一一作答 他们便把他邀请到家里 摆上酒杀了鸡来款待 村中听说有这样一个人 就都来向他打听消息 他们自说先辈 为了躲避秦末的战乱 带着妻儿和乡亲 一起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再也没有出去过 于是就和外面的人隔绝了 他们问渔夫外面是秦朝 第几代皇帝 他们竟然不知道有汉朝 就更不用说是为何静了 这个人就向他们详细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们听了都感到惊讶惋惜 其他的人又各自轮流把他请到家中 都拿酒饭招待他 鱼人在那里住了几天 告辞要走 这里的人对他说 这里面的情形没必要对外人说啊 鱼人从洞中出来 找到了他的船 于是就沿着来路返回 左京的地方处处做了标记 等到了寓所 就去拜见太守 说了这一经历 太守立即派人跟他一起前去 寻找以前留下的记号 然而却迷失了方向 再也找不到那条路 南洋的刘子记 是个品格高雅的读书人 他听说了这件事 就高兴地准备前往 还没有实施计划 不久就得病去世了 以后再没有探问桃花园的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